1954年初春 一个重要的消息由苏联政府传递到北京 消息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会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 为此毛泽东主席做了什么批示 周恩来总理率领着新中国年轻的外交官 经历了国际外交舞台 怎样的风云变换